洞九四它是一個洲際彈道飛彈的核子動力潛艇 那這種潛艇基本上它叫做戰略武器 我們通常不會看到它的全貌 除非是它故意給你看 很多人都會講台灣海峽非常不適合潛水艇活動 特別是要作戰 如果今天有人很大肆的幫他宣傳說 中國秀肌肉 我跟你講不用懷疑那就是中共同路人 要不然就軍盲 我跟你講秀肌肉沒有人這樣秀的 你當作美國在天上的間諜衛星 都脈衝成眉嗎 我跟你講接下來兩天才精彩 因為假設他一路回渤海的話 還有好幾天的航程 那接下來你就看美國日本 可能不斷的會跟你拍血徵集 哪一集的潛艇 它的對象目標除了台灣以外 其他威脅最大的是美國跟日本 中共的潛艇部隊要威脅世界 只有兩個出海口 一個叫做宮古海峽 一個叫巴士海峽 這兩個出海口出去才能進到深海區 所以在這樣的狀態下 台灣的戰略地位多重要 可見一般 自由世界如果失去台灣的話 中共的潛艇部隊直接入江洋大海 可以威脅到洛杉磯 舊金山夏威夷 所以台灣的戰略要光潛艇這一塊 就看得出來我們很重要 巨帶灰色潛艇浮出海面 漁民意外撞艦 大吃一驚 趕緊拍下照片 由於最近是小管季節 澎湖漁民十八號清晨五點到海峽中線附近進行捕撈 沒想到中國潛艇在中線靠近中國海域處突然浮出水面 但它的機械似乎出了問題 隨後一艘軍艦趕來支援 並且一起朝著中國方向快速離開 這艘潛艦出問題了 因為潛艦並不會長時間在水面上 更何況核子動力潛艦並不需要浮出換氣 這種載著戰術導彈也好 核子動力潛艦也好 它不會隨便浮出水面的 它如果突然出現在我們澎湖海域 我覺得這個方面 國防部跟海軍都要加強的一個徵收 因為怎麼會在這麼淺的水裡 都沒有抓到這一艘潛艦 從漁民拍下的影像來看 這艘潛艦是中國最新型的第三代 094型晉級核潛艦 可搭載巨浪二型潛射洲際彈道飛彈 射程最遠可達一萬公里 相關的潛艦人的手段已經有所掌握 不過詳細的潛艦人的手段 我想服役在這裡 最近這艘中國潛艦浮出海面是故障 還是為了測試我國軍事底線 國防部長顧立雄表示 已經掌握相關訊息 會再進一步了解 不過捕撈小管道一半 眼前巨大潛艦突然浮出水面 也把漁民嚇了好大一跳 三線網友宇宏 澎湖上報道 這個澎湖漁民拍到這一艘 中國的核潛艦 到底現在代號是什麼呢 有人說是洞九六 有人說是洞九四不得了 如果是洞九六的話 之前中國人說這一艘好狂好棒 是黑科技 美國人都拍不到 因為他靜悄悄 不過奇怪 如果真的靜悄悄那麼棒的話 那怎麼會被漁民給拍到呢 我們請教小玉姐我怎麼以為是 有人說是洞去的 好 縣中在海峽中縣 怎麼會跑到這邊來呢 好 所以疑似出了問題 突然浮上海面 看不清楚型號 沒多久就有另外一艘軍艦 趕來支援了 並且送他到中國大陸方向 積極的使用 你講話我就知道 你有跟軍 我們兩個跟軍事都有沾到一點點了 略懂略懂 一點點 因為就知道你是講零九四 還是講洞九四 對 講洞九四至少還有一點點的軍事 OK好 那今天是在澎湖 這個有個澎湖漁民 在早上五點的時候 他在釣小館 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是小館盛產的旺季 結果沒想到小館釣一釣 釣到大館了 小館釣到大館 對 那個大館就起來了 就是看到一艘和潛艦 那當然馬上就把它拍下來 那根據現在現場的照片 我們大友軍事專家 可以幫大家進一步的解析 你看到這個大館的 大館浮起來之後 那目前為止 因為他是在跨過海峽中線 那現在有兩種說法來分析給大家聽 有一種說法是這一次的這個和潛艦 它是故意的嗎 是故意要給大家看嗎 故意的嗎 秀一秀嗎 因為在這個moment 在這個moment最新的這個time 這個我正在環太平洋軍演 所以是不是代表說 這個中國也要來秀一下他們的這個 秀一下他們的這個戰力嘛 那大家知道就是說 不管是洞96或是洞94 洞96是這個堂級潛艦 洞94是進級潛艦嘛 他們大概都是從這個俄羅斯 這個原型潛艦這邊來改裝的 那有這個軍事專家就說 如果是洞96的話 他改裝的包括他的隱匿性 他的裝備武器 包括他的這個推進 其實還有降噪的部分 各方面都會更好 所以是不是說在這個時間點 他要開始秀他的肌肉 所以故意讓你看見 好 那這個當然是一般的一個說法 那另一般的說法 當然就覺得說怎麼可能 一定是派去啊 因為等於說大家都知道 即便我們不是軍事專家 也知道說台灣 我們的台灣海峽比較淺 大概45米 這個比較淺 就是說你比較不可能 一般的這個潛艦 不會在這個地方會出現 因為太淺了 會卡到嘛 會卡到會壞掉 對 所以等於說 他本身在這個位置出現 就非常非常的奇怪 那另外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等到這個核潛艦 他浮出海面的時候 另外一個中國的這個軍艦 馬上就出現 看起來是一路半航半水 把他送往這個中國 而且就是說 如果你這次要秀肌肉的話 大概也是秀一下 讓你拍到 那這個讓他... 逸人來不是會揮手 我們就走了嗎 那我一直停在這邊 很乾的一種 對 因為你通常浮上水面 浮得越久 那你可能就是被看見 你透露的機密 對 都會知道 而且哇 馬上就開始分析啊 他搭載幾枚的這個 什麼彈道飛彈啊 統統幫你數據 全部都幫你分析出來 所以基本上 如果他是一秀肌肉的概念的話 也不會浮那麼久 可是他真的浮太久了 他就一路伴隨 就讓他回到中國這邊去 所以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是不是他機械故障的可能性比較大 所以趕來讓這個中國的這個軍艦 趕來還有把他一路的這個伴隨回去 可是如果說 你今天這個中國現在號稱啊 他們可以研發到這個核潛艦 連什麼宋籍進籍唐籍都有了 而且唐籍還是現在最新的嘛 那如果說現在被拍到的 可能待會那個軍事專家會研判啦 到底是晉級還是唐籍 那我最後要講啦 所以目前為止 以兩個研判來看的話 我們還是認為說機械故障 有點LUTX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好 所以我們來請教一下 真軍事專家季武哥 為什麼會拍到呢 還是被漁民拍到怎麼辦呢 艦長是不是要回去雙龜咧 是不是很LUTX 不管是唐籍還是晉級 我們知道都是上萬噸的這個潛艦嘛 你通常會走過台灣海峽 剛剛小玉姐也說了嘛 45米嘛 45公尺 你會這樣經過嗎 我覺得好像壞掉的可能性比較多 好 孤立雄部長就說已經掌握了 但是不便透露 你來幫我們透露一下 我也不便透露 你不可以秒釋三粒 秒釋三粒關三粒 我們一個一個來 潛艦正常的運作 尤其核子動力潛艦 核子動力潛艦不用換氣 對 它沒有浮起來的啦 核子動力潛艦不用浮起來 如果是柴油動力潛艦 因為它要燒油 它必須要有氧氣 所以要換氣 所以有個AIP崛漆系統 就是可以悶在底下 可以跑一個月這樣子 所以你就要先分清楚 它是核子動力潛艦 正常狀況 它不用浮起來 不用浮起來 也不用加油 也不用加油 因為那個可以用很久 它會浮起來就一定有問題嘛 有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今天大家早上傳出來 漁民發現的這一艘 漁民到底是看它從水裡 突然間浮起來 跟看到一艘潛艦在那邊浮著走 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態 我個人的判斷 它是看到潛艦在那邊浮著走 不是船艦 有人在演電影有沒有 我在那邊吊小管 團隊一坨黑黑的浮上來 應該是看到它在那邊浮航 那一起浮著走是什麼意思 是要修肌肉還是真的壞掉的意思嗎 那當我這樣修肌肉 那簡直是裸奔了 就是說那個位置是在我們台灣海峽 中線靠金門的方向 然後我們看了那個圖 它的船是有升旗的 有升旗的 那有升旗的話 一般叫做無害通過 那是發生什麼狀況呢 第一個 096 一開始我看媒體都講096 我也說那096 哇第一次 你知道096 目前為止沒有人過大 還沒看過 情報相片只有它的後半段傳斷 在美國的衛星照片裡面 看過它的後半段 沒有看過它的全貌 到底駝背 那個駝背都是放彈道飛彈的 它的駝背到底是什麼狀況 沒有人知道 所以一開始說 哇那這是唐吉 那連美國CIA都要問說 漁民發現唐吉長怎樣 可是看那個船的構型 應該是晉級 晉朝的晉 叫做094 那晉級094呢 目前中共的潛艦的艦隊 有三艘部署在南海 可它的母港是在渤海灣的葫蘆島 所以這三艘晉級的船 要嘛就碎修 要不然就壞掉 要不然故障 因為潛艦在水面上開 很不好開 做起來很不舒服 那為什麼要走台灣的海峽 為什麼不繞東部外海 不會被你看見 因為東部外海的水比較深 所以那個湧浪很強 你在那邊浮航 你記得我們潛艦發生一次不幸的事件 就是去年吧 我們潛艦在那邊浮航 本來風平浪靜 一個湧浪上來 我們還有海軍弟兄 掉到水裡現在沒有找到 就是說 所以他會走台灣海峽 就不是正常的潛艦運動的地方 因為那太淺 第二個 他浮航經過這裡 看起來方向是往北 要回到母港 葫蘆島 那他們在南海的三艘潛艦 094級的 要回葫蘆島 大概就是為回去稅修 那稅修為什麼採取浮航的方式 而不是用潛艦慢慢潛潛回去 就表示這個船可能有些問題 因為它是核子動力潛艦 不用浮出來的 會浮出來經過這裡 還把旗子伸起來說 Follow me 我在這裡 他就是 他告訴你 我壞掉了 你不要理我 我就要開過去 這是一個可能性 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也許漁民看他突然間冒上來 那這艘潛艦可能是在水底下 出現了什麼狀況 不浮起來不行 那出現的狀況很多種 氧氣供應系統 動力系統 或者是他的火力系統 我們不知道什麼狀況 如果是突然間浮起來 可能他狀況不好 那浮起來一定要走台灣海峽 因為你浮起來去走東部外海 東部外海潛艦在水底下 是如魚得水 你看不到他 在水面上那個浪 湧浪擠上來 你這個潛艦很容易出事情 這是第二種可能 那第三種可能就是 他就是要往北走 要無害通過 那至少看這個相片 他沒有拖船 也沒有冒煙 周邊的護衛艦就是隨行 所以他縱使壞掉 應該沒有到很嚴重的狀態 這是目前對這一艘疑似096 但可能是094的目前的推斷 以上代表個人言行 不代表任何相關單位 不代表部長立場 那我也順便講一下093 商級 商朝的商 我們去年不是說 有一艘商級在外面 失蹤了 然後爸爸媽媽老婆在岸上 說等休假都沒有回來了 是不是被什麼鐵鏈勾到什麼的 這個我質詢過顧立雄 這就可以公開講 他的回答就直接告訴你 這一艘船當時應該是故障 可是後來它的軌跡 我們有掌控到 只能講到這邊 因為我們能掌控到的意思就是 它的船開到哪裡 我們台灣的反潛能力 是有辦法了解的 所以093的雙級 並沒有沉默 也沒有沒回港 它目前還在運動當中 那它的軌跡 有被我們偵測過了 所以093 094 096 但我們要提醒的一點就是 不管哪一級的潛艦 它的對象目標 除了台灣以外 其他威脅最大的是 美國跟日本 威脅最大 美國跟日本 而這 中共的潛艦部隊 要威脅世界 只有兩個出海口 一個叫做宮古海峽 一個叫巴士海峽 這兩個出海口 出去才能進到深海區 所以在這樣的狀態下 台灣的戰略地位多重要 可見一般 失去台灣 自由世界 如果失去台灣的話 中共的潛艦部隊 直接入江洋大海 可以威脅到洛杉磯 舊金山 夏威夷 所以台灣的戰隊要 光潛艦這一塊 就看得出來我們很重要 過河潛艦不是一直以來 都說自己好棒棒嗎 為什麼一定要特意浮起來嗎 他已經會壞掉了 不然你看 浮在水面上 如果是真的敵人的話 隨隨便便拿一個什麼火箭炮 就可以瞄準他 那多危險啊 好 請教一下晃哥 還是他有 不得不浮起來的壓力呢 因為之前不是去年的時候嗎 解放軍 洞九三 不是那時候也發生事故嗎 結果因為就沒有浮起來啊 結果造成百名的官兵罹難耶 那後來中國國防部 不是也出來澄清嗎 也不了了之 那後來發現 傳出是海底爆炸喔 洞九三就是去年 我記得是金融時報的獨家 那當時中國官方 並沒有承認 但是他也沒有否認 這個有點違反 中國官方的 向來的做法 那金融時報的說法 我引述金融時報的說法 這個洞九三是商級 就是商朝的商 商級 他是誤入了自己設的陷阱裡面 因為中國在黃海 他是在黃海 在黃海那個地方 就是說他們認為幾個前艦 在水底必經的航道 還有設一些 類似像路障那種東西 結果沒想到 不小心是 不小心是飄移了還是怎麼 不小心自己的船去 陷入自己的陷阱裡面 所以有出現一些狀況 那船上當時該放 剛剛定語講的說 該放架的水兵 沒有回家 那這些水兵 到底怎麼了 說實在我們也真不知道 不過看起來 到現在沒有人出來 打個電話回家 對 看起來是兇多吉少 那這艘船 根據這個 我剛剛看這個 蔡敏燕國安局長有說 說法就跟顧麗雄說法差不多 就是說我們有掌握 後續的行蹤 但是不方便透露 那這的確 當時可能是故障 所以他沒辦法很快回母港 對 那後續應該 人都還在 應該人都還在 因為大家會講說 不管怎麼樣 你看這種七千級的 上盾級的 你走台灣海峽 這不是醉了嗎 基本上 特別像今天這一艘 應該是洞九四 洞九四 它是一個 洲際彈道飛彈的核子動力潛艇 那這種潛艇 基本上它叫做戰略武器 什麼叫戰略武器呢 戰略武器就是 我告訴我的潛在對手 我有這個東西 你不要打我 你打我你也會很慘 但是它通常 不會讓你知道我在哪裡 所以為什麼 美國的核子動力的 洲際彈道飛彈核子潛艇 它是美國的 所謂的核武的 水底的很重要的 以美國的 早期叫洛杉磯級對不對 那通常 核子動力潛艇 特別是這種 洲際彈道飛彈 攜帶洲際彈道飛彈 核子動力潛艇 我們通常不會看到它的全貌 除非是它故意給你看 就譬如說 拍這個宣傳影片 照片 它故意給你看 通常它不會浮在水面上 那所以這一艘潛艇你看 大家可以看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嚴格來講 應該還在中國的 十二里 十二海里的領海內 但是 因為金門其實已經過海峽中線 所以它離金門很近 那這個地方 台灣海峽 為什麼大家如果 稍微關心軍事新聞 大概知道 很多人都會講 台灣海峽非常不適合潛水艇 活動 特別是要作戰 更不用講核子動力潛艇 因為核子動力潛艇它的體積 吃水都會比一般的傳統動力潛艇要深 所以台灣海峽它不適合活動 因為它很平均的水深很淺 它有深的地方 但是你潛艇你不可能停在一個地方 它一定會到處走 移動嘛 對它移動 那你遇到潛的地方很容易就出 而且很容易被發現 而且它一定只能南北穿越 那它這樣子的話 不是前進不要去後退 它一定會卡住的 所以第一 如果今天有人很大肆的幫它宣傳說 喔 中國秀肌肉 我跟你講不用懷疑那就是中共同路人 要不然就軍盲 要不然就軍盲 我跟你講秀肌肉沒有人這樣秀的啦 太公了 你當作美國在天上的 間諜衛星都眼睛成眉嗎 你當作美國的全球之音 高峰公司偵察機 我跟你講接下來兩天才精彩 因為假設它一路回渤海的話 在水面上走 如果它沒辦法前來 在水面上走 還有好幾天的航程 那接下來你就看美國日本 可能不斷的 會給你拍寫真集 會幫這艘動久式拍寫真照片 因為你在水面上嘛 我不拍白不拍 那所以我研判它應該是出現了一些 基建上或是其他這種作用 但是我最擔心的是 不要試它的反應爐出問題 因為反應 核子動力潛艇如果反應爐出問題 它第一個危機處理的方法 就是浮上水面 然後把那個輻射線往海面上拍 所以我希望不是 因為如果是反應爐出問題 我們也會倒楣啊 因為那邊離台灣其實也不遠 離金門澎湖其實都很近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 其實我想國防部應該會透過一些 既有的管道去做一些更進一步的了解 但是這個我們不會知道 那國防部也不能公開講 這個不講也不會藐視國會 所以請放心 沒事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來得很離奇 那對澎湖的漁民來講 這個漁民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哪一天 兩千 二十年六月十八 我去家裡去釣燒蟲 去釣到潛水艇 還打卡還可以送回去對不對 他可以說一次 我覺得這變成 他柴魚放後 變成在這個同鄉或同村的雨孫裡面 他會變鄉野傳奇 對他變成可以說謊白 可以說很古文 人家釣魚都是這樣弄起來 他也可以 對 那我就想說 如果這個河潛艇真的浮上來的話 我覺得一定是一個人逼他的 翁曉玲委員 因為他昨天說要反攻大陸 反攻 他就怕了嗎 對不對 是不是怕了呢 翁曉玲委員說要反攻大陸 昨天搬出的這個秋海棠地圖 讓大家都驚呆了 我真的想說他要反攻大陸 對 對